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恒不信 我们没有重视这个提法 没有用心去防范 伦理的教育 道德的教育 人与人的关系 全面崩溃 我们展开感应片 感应片里面所说的伤 在现代的社会 很难得见到 感应片里面所说的伤 在这个社会的普遍 而且加速度的在满营 在增长 佛告诉我们 一报随着正报转 正报是人心 是社会大众的思想 见解 行为 造作 如果这一切都是不善 那就是佛在经上 常常讲的 我主我事 今天主我到了极点 天灾人祸 是果报 这个果报 如何能够避免 我们冷静思维 几乎是不可能的 在这个时候 怎么办 我们实在没有能力 帮助别人 回过头来 要知道救自己 救自己 这一句佛号 二六十中 不可见断 真正要 放下身心世界 一心向佛 一心向阿弥陀 这是自救之道 以往 我们愚痴蒙昧 造作许多卧业 只要这一口气没断 回头都来得及 这是大乘经里面 特别是 观无量寿经 佛给我们 说得很清楚 也举出 很多的例子 佛陀在世的时候 阿弥陀在世的时候 造五吽石望 造五吽石望 罪 我们回想 我们这一生 纵然造作许多罪业 还没有像 阿弥陀石望 那样严重 佛在经典里面告诉我们 二十世王临终的时候忏悔 知道自己一生做错了 回心转意 痛改前非 念佛往生 他如愿一场 佛在经上告诉我们 他是上品终身 我读到这一段经文 非常惊讶 我惊讶的不是别的事情 无力使我忏悔往生 我相信 我不惊讶了 但是品位居然这样高 这是我意想不到的 所以我才了解 求生西方 是有两种方式 一种我们平常勋修 依照经论的教训 老老实实 依教奉行 积累功德 求愿往生 另外一种 这是造作罪业 临终忏悔往生 两种方式 两种方式 忏悔的功德 不可思议 我们决定不能够 情失 也就是 我们见到一些造作罪业的人 不可以欠瞒他 我们是肉眼凡腐啊 我们见不到啊 他要在临终 真实忏悔 可能他往生的品位 还在我之上 这是很有可能的 我们怎么可以 亲瞒别人 所以学佛最重要的 在厨师待人介物当中 处处 亲虚忍让 四四尊重别人 对自己决定有利益 这是我们应当要学习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 欢迎订阅频道 开启小铃铛 也可以扫上方的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